2023韩国最新打斗爽片杀死福顺 其尺度堪称淑女版杀死B2 由韩国性感女星全路严主 另有电梯站神皇正名特别出演 这次他饰演的是日本黑帮大佬 一觉醒来静视裸地躺在高速路上 大佬当场傻眼了 就在这时 女主福顺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大佬立马认出了他 因为福顺在道上赫赫有名 大半夜找他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索命 更让他傻眼的是 福顺居然和他聊起了八卦 而且选择和他公平对决 不仅给了他武士刀 还觉得他冷贴心给了衣服 这送温暖送的 大佬差点忘了他是来送盒饭的 但很快就恢复理智进入战斗状态 福顺也拿出花了一亿美金买的斧头 双方随即在高速路上打了起来 经过短短三个回合 福顺就知道对方实力在他之上 斧头压根干不过武士刀 他立马暂停对决 说要换个装备 大佬表示随便你换 在对方换装备的时候 怡然自得地唱起了山歌 就在唱得起劲时 突然两发子弹击中胸膛 大佬直接跪倒在地 用静脑汁挤出了遗言 吸巴 福顺表示您的盒饭已送达 一发子弹送他上天 到了第二天 福顺正在聚餐 身后的厨师老头突然勒他脖子脱形 他连忙调整呼吸 灵活起身拉绳子另一头 趁老头没反应过来 反手拿刀盯住对方唯一的手 后面一群敌人立马涌上来打福顺 福顺立马抽身 滚进了把台里 躲过了对方的攻击 接着拿起汤勺 为他们喝一百度的废水 于是双方开始互砸锅碗瓢盆 一旁的老头费劲地拔下了刀 还没喘口气 就被自己人误伤 眼镜男让他滚开 又丢出刀 福顺赶紧拿锅挡 结果刀又砸到老头 眼镜男已经替他感到痛了 老头气不打一处 拔下刀想扎福顺 福顺连忙翻身 下一秒刀弹了回来 正中老头脑门 直接领盒饭 此时卷毛冲上吧台 福顺直接扮他脚 反手把刀扎进对方脖子 又收拾了一个敌人 这时西庄男发起进攻 他灵活闪躲反手攻击 试图偷袭的眼镜男 接着阻挡胖子进攻 结果男女力量悬殊 直接把福顺摔墙上 准备拿下他人头 可下一秒 福顺的搭档及时赶到 救了他一命 和胖子牛打了起来 福顺立马去解决剩下的敌人 直接对眼镜男一顿输出 然后收拾西庄男 他直接被打怕了 腿都动不了了 只能用手爬 箭逃不掉 开始打起感情牌 对福顺说撒浪黑幽 福顺面对表白心无波澜 西庄男自知在劫难逃 只能请求福顺帮他的忙 在他死后多替他探望植物人老爸 毕竟杀手也是人 人都有心 福顺答应了下来 接着送他上路 随后配合搭档威尤胖子 他后面扎一刀 搭档趁机嘎腰子 然后一起抹薄 胖子开心地去找太奶了 事后开始收工缓解 负责清理现场 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 搭档很好奇福顺 为何会这么强 听说他17岁就达成手杀成就了 其实在福顺17岁的时候 他杀的第一个目标 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女孩回到家 发现父亲被吊在空中 还没回过神 就被杀手拿枪顶住脑袋 杀手问他几岁 女孩回答17岁 杀手听完很是苦恼 表示他从不杀小孩 可如今女孩是目击证人 很抱歉 必须打 结果下一秒 女孩突然踹掉了 父亲脚下的椅子 父亲身体痛苦抽搐 女孩却面无表情 转过身对杀手说 现在你是目击证人了 还露出圣人的笑容 然而女孩为何如此丧心病狂 其实是父亲对他极其严厉 发现他抽烟 便让他把烟放嘴里嚼 还把他打得面目全非 等到他把烟嚼在嘴里 父亲还命令他吞下去 此后 杀手越做越大 不仅在道上是最强王者 还成立了MK杀手公司 并且制定了三条规则 其中一条就是不想杀孩子 有人就纳闷了 杀手都是六亲不认的 怎么可能区分男女老少 而且刺杀中有孩子当目击证人 这必然是不能留活口啊 可爱于王者杀手的威严 他们只能闭嘴 福顺靠除掉父亲 成功击身杀手行列 成了MK公司的核心杀手 十多年来从来没有败戒 成了同行的眼中钉 如今福顺是单亲妈妈 她非常爱惜自己女儿 但一直对女儿隐瞒真实职业 平时会伪装成富婆 送女儿去读贵族学校 然后和家长们一起喝下午茶 他们都没发现福顺是做什么的 谁曾想杀手公司每天除了杀人 还有培训新人的业务 福顺要带实习生暗杀一个连环杀人犯 然后模仿杀人犯自己写一书 事后把对方伪装成畏罪自杀 制定好计划后 两人开始行动 到目标住所后将其迷晕 然后实习生负责割腕 福顺便四处溜达 根据目标生活痕迹得知他是左撇子 便让实习生避免露线换另一只首歌 可很快又制止了实习生 歌脉不能太果断 一般人自杀会犹豫不决 手上就会有重复歌很多次的痕迹 实习生表示长知识了 接着福顺准备亲自示范 可凑近看目标感觉不对劲 想起前两天看到的新闻 有位议员靠职位便利 通过走后门让儿子进入重点大学 结果被曝光 他们要刺杀的目标并不是连环杀人犯 正是议员的儿子 议员为了保住自己饭碗 对MK公司下单 派杀手除掉亲生儿子 伪装成畏罪自杀 议员就能彻底撇清关系 福顺推断出事情真相后 决定放弃暗杀任务 但这便犯了道上的大忌 把他视为眼中钉的同行 将会蜂拥而至除掉他 刚进杀手公司的实习生 就要和业绩第一的大佬对决 打不过就会被炒鱿鱼 为了保住饭碗 实习生拼了 不停对大佬输出 结果对方轻松躲避 还被对方拿马克比敲头 实习生继续发起进攻 不停朝对方挥舞木刀 直接被对方用笔挡住攻击 顺时一个肘击 就把实习生打趴 还不屑地理了一下外套 显然大佬完全没把他当回事 实习生趁大佬松懈 冲过来挥出木刀 在对方防守的一瞬间闪到身后 再接下木刀砍下去 随后两人同时转身拉开距离 局势开始逆转 实习生表示如果不是木刀 你的腰已经受伤了 看到大佬居然打不过实习生 众人笑得合不拢嘴 伏顺却表示好戏刚刚开始 两人再次交锋 伏顺轻松躲过对方进攻 然后单手弹出笔盖 正中对方眼睛 在对方失明的一瞬间 迅速出现到了实习生身后 用笔在实习生脖子上滑了一下 表示你刚刚已经赶了 就算两人是真的用刀 伏顺受腰伤 而实习生却把命搭进去 孰轻孰重 脚趾头都分得出来 自此之后 实习生成了伏顺的头号迷妹 如今伏顺触犯道上大计 被同行追杀 他们都是MK公司的老板娘指使的 因为老板一直偏袒伏顺 他心生妒忌 让同行除掉伏顺 谁成功了就能进入MK 而且日新十个小目标 实习生立马赶来救他 和伏顺一起除掉了这些杀手 老板娘的计划失败了 然而这些杀手来自不同的公司 如今明目张胆动了他们的人 势必会有更多杀手追杀伏顺 MK老板最不想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伏顺从17岁开始就一直跟着他 这十多年的感情早已让伏顺成了他的心头肉 于是他替伏顺除掉了阻碍 然而造成这番局面的人 他自然知道是自己对象 但怎么可能对他痛下杀手呢 那就只能除掉唯一的知情人了 把实习生灭口 这件事情伏顺就没法查下去了 于是老板果断宰了实习生 老板娘不仅把实习生死讯告诉了伏顺 还煽风点火落井下石 伏顺彻底被激怒了 实习生是他的救命恩人 是唯一一个为了他去对抗全世界的人 伏顺决定反击 直接拿笔扎死了老板娘 还对老板发起挑战 这场对决不死不休 这是伏顺从业多年第一次紧张 因为老板是业内最强王者 这自然不是吹出来的 他曾只身一人干倒了二十个战斗民族的猛男 而且毫发无伤 伏顺能打败他的几率几乎为零 不停预测老板的每一个动作 以及思考上百个应对策略 等到了真正对绝时 可到了决战时刻 伏顺居然只用一刀就完胜他 早在伏顺十七岁时 老板就对他一见钟情了 如果他真要出手 伏顺是必死的 但他非但没出手 还特意搞了直播 派人把平板送到伏顺家里 想让他们的女儿看到母亲的真实面目 更想让他知道自己的母亲 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老板之所以当初定规矩不能杀孩子 是因为想保护和伏顺一起生下来的女儿 然而女儿就是伏顺的软肋 如果女儿发现了这一切 幸福家庭势必会不复存在 这场对决 输得最彻底是实际上是伏顺 伏顺虽是杀人 但老板是朱星 福顺发了疯地赶回家里 他不敢想象女儿会怎么面对他 可当他赶回来时 发现女儿早就睡着了 索性女儿没有看到直播 松了口气 殊不知 女儿其实在装睡 影片到此完结 至于女儿到底有没有发现这一切 导演留给了观众思考的空间